登上八卦周刊 是原梁文杰遭踢爆榴莲酒店 还带妹出场 即使梁文杰过去热衷社会运动 更是民进党野百合学运代表人物之一 就是爆出丑闻 也让人联想到参加学运的领袖 怎么的问题一锣筐 从太阳花学运窜起 立委黄国昌总有自信风范 但面对昔日失声恋变得卡卡 而另一位领袖陈维廷 更卷习凶风波 他本身就是一件我做错的事情 但我说出来也没有要取得 所有外界的谅解 六年前曾在客运上 对隔壁座位女子习凶得逞 大四十也曾在夜店和女客 不当肢体碰触引发争议 探开太阳花学运 从黄国昌陈维廷 就连太阳花女王刘乔安 都卷入国际蔓迎风波 而根据争议的还有她 王年凯在太阳花学运期间 因翻译学运诉求名声大噪 没想到却因不满前女友提分手 竟然将不雅影片上传网路 遭判刑五个月得一颗罚金 缓刑两年 期间还需服120小时的义务劳役 我们已经担任公众人物了 你所有的言行举止 必须要做一个最好的示范 一夕之间成名 那么在成名的过程当中 很快的享受到这个甜美的过失 所以他们在整个的过程 跟我们一般的民意代表 大概不太一样 学运又缴一连出包 从习凶卖淫到固牙影片 现在更有已婚议员 扯上酒店小姐 也让当初举着学运大旗 步入政坛 清新形象萌成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